我自己有三個小孩嘛 所以會擔心說 他們下一輩怎麼辦 你不會 你賺的財富應該可以吃三袋 我沒有打算把財產留給他們 我不想害他們 所以有部分可能會到你那邊 你到時候可能會有一些意外的事情 先不用先不用 先不用先不用 也可能 我等著就要等了很久 也可能你不用找 先找 我會留給你 我先約定 這次你先做算 就誰先走 誰先走 留一半過去給對面 另外一半給老婆 大家好 我是凡凡 那今天這支影片 是應該是承接前幾支影片的後續作品 因為很多在我看過我創業影片 當然蠻多留言都認為說 我的影片是不是作假 我的創業過程 是不是都是自己唬爛出來的 甚至說 很多人認為說 我的精品根本沒賺那麼多錢 那今天我就來拜訪一位就是 我走這條路的師父 那也是我亦師亦友的一個好朋友 阿欽服裝的負責人 這位阿欽他其實在業界也算是知名度蠻高 不亞於我 在直播界來講 他的年營業額 初估隨便應該也是 應該有10億起跳 他的資產甚至比我更高 那相信由他講出來的話 可以再證實 我當初創業的影片 是不是真的之類的 然後也希望從他眼裡 去看待我這個依果 以及我這個人是怎樣的 那我們先來去拜訪他一下吧 GO 好那首先大家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我跟阿欽是怎麼認識的 不然我想聽看你的版本 都可以講 都可以講 老婆沒關係啦 那個以前 我已經在之前騙你講過 你要簽你老婆昨天有打給我 我老婆沒有你電話那邊騙 好 我說前妻 前妻 他很笑 你靠牙 我想說我在台灣 我只截過一次 上司應該是在越南 以前我做服飾的時候 一開始從批發做嘛 你也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他在跑車 一台馬斯達3 那個前後包袋快掉下來那種 改的似不像樣那種 然後突然有一天 我本來就有一個客人 他就突然出現 結果 疑問之下原來是 他的跑友 男女朋友可以直接講 我只盼著說炮友 說跑友是小事情 然後突然 以前這個 這個小女孩 他的業績就還好 因為拿的貨不多嘛 那突然他出現之後 砰砰砰砰砰砰 翻了好幾倍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人蠻特別的 就是在 後來得知說他在百貨公司 就在我們對面的巨城 在那邊賣那個高級的家具 然後 有了他加入之後 賺了不少錢是不是啊 賺了不少錢 對 主要是他賺不少 因為他是我供應商 其實這個故事跟我之前 影片有人Q&A 在講說為什麼做代購這一塊 其實差不多啦 就是 的確當時就是因為女朋友才認識他 粉絲比較想知道就是 你對我的印象是怎樣 當時 那個時候不是現在 現在當然是 意氣風發怎樣 各種形容好的形容 都在我身上 我都懂 對那就不用講 我想說幫他當時的情況 你剛進來的時候 業績就真正日上了 然後 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說 爸爸 我不能做了 哦 我做不下去了 因為分手 他說分手 分手是你們感情的事情 生意是生意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看好 覺得他不錯 因為那個是在很短的時間內 剛好那時候 Facebook的電商在一起 他就在短時間內衝很快 所以就邀請他 繼續做 對的確就是當時是因為這件事起發 算是就是代購業正式開始的時候 之前算是幫別人做 沒錯 就是幫他做 其實賺也是他來賺 只是說當然自己女朋友好 我也開心 也是因為 阿欣跟我講這件事情 因為我那時候一直就是 秉持就是 不要跟他搶生意 但他那時候跟我講一句就是說 各做各的其實沒什麼差別 他一樣做他的 生意做不完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也是受到他的啟發 所以就開始 他說對你原本生活也沒影響 你也是在白宮一樣上班 那一樣去經營店商這樣子 主要是我可以繼續賺他的錢 這樣 對 這講到一個題目 想到那時候 就是後來為什麼我脫離他 因為後來我們分開做了 那時候是我記得做了大概 兩年吧 應該有 不到兩年 一年多 他就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自己出去開店 那時候我還問他說 問我要出去開店 然後就跟我講了很多 就是自己開店的好處 他就說以後你就自己做就好 我做我的你做你的 然後我說你這麼好怎樣的 然後他跟我講說 因為我賺夠了 他說我賺夠了 你去出去 就是這樣 有上進心吧 你都沒有講到重點 我那時候那麼上進 不是我不方便聊是說 因為動不動他可能就聊到哭了 太誇張 很少人看到阿蹦哭 我這輩子看過兩次 主要是因為跟他的關係 因為我人生能這樣 其實有一半的責任歸咬 像我家的神主牌 上面是有寫書的 他寫書 我有在逛奉他家祖先 就哪天他都往生我會繼續拜他 對 誰今天走的也不知道 以目前的身體狀況來講 之前我比他還胖嘛對不對 現在看出來他比我胖很多吧 所以現在你不能講這句話 因為我現在比較擔心你 我是在辦公室上班上一上 我寧願礦班 也要過去那邊拿貨 然後去發課 講課我要講一點 就是他那時候超級拼 就是所有的訊息 我們家都沒辦法做到 他24小時基本上都在回覆 有訂單馬上就從 隔天一早開店最早來的 就他 我就有一度懷疑 你有沒有在睡覺 其實有時候看到他的拼勁 就知道說這個人可以 那時候是拼到 因為他也有他的粉專 然後我也有粉專 我是拼到我這邊回完之後 我會去他那邊偷客人 因為我看的東西是一樣 我會去 人家不是留一家私價錢嗎 他的人還沒去回 我先過去私價錢 然後訂單就跑到這邊來 難怪那時候業績有點不太起色 有偷一點點 沒有偷很多啊 大概偷十分之一而已 我還留意見 想說不能偷太明顯 然後被抓到就死定了 會哭的故事 會哭的故事喔 其實酒喝多啦 就是情緒就會放大 那你放大 因為阿蹦這個人 我認識他 就知道說他沒有父母 沒有親生父母 然後甚至睡過公園 檢店上 地上的煙滴來抽 他的人生 其實我很早就跟他說 你可以寫一本書 應該會賣得不錯 我覺得人生啊 能夠遇到幾段 這樣 在工作上 原本可能從客人 變成朋友 到現在 當兄弟 剩下幫我當父母 我覺得 不容易 我可能這輩子就遇到這一個而已 好 那這個片段便結束了 好 講完了 他敢在做結尾了不是 現在這麼講了 我是覺得 也不是 也不是愛哭或幹嘛 其實因為每次看到他 都會想到過去 慘的時候 他有來聊天 會想到前女友的概念 對不對 那還蠻多個耶 光聚成應該有十幾個前女友 應該是想不到是哪一個 主要是 因為每次看到他都會想到過去 我一直覺得人要飲水吃緣 所以我會很珍惜 就之前過去 一起 不管是一起奮鬥的 兄弟 或是照顧我的貴人 我想他其實給我蠻多 想法跟幫助 喝酒喝多了嘛 就想到過去的時候 就覺得 真的是覺得自己蠻幸運 然後看到他就覺得很感動 就會哭 那種哭是開心的哭 喜極而泣的哭 那一種 那 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導演安排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問問問問問 他就問說 因為我在直播上 現在又做YT你也知道 就很紅啊 對啊沒辦法 對 然後直播也做的 比你出色蠻多的 對 沒有他直播氣皮歪槍 他們家直播更猛 對 台面上跟台面下 你覺得我有什麼差異性嗎 呃 我看過這麼多人 我大概覺得你是唯一個 台面上跟台面下幾乎是沒有差別的人 就是很real 對 啊你這個人也沒什麼好失去了 因為該失去都已經失去過了 靠北 可是因為做自己其實我覺得是因為 我現在也沒差你懂嗎 對 但我忘記我初期是怎麼做的 因為我好像 開始做直播好像就這種態度 我覺得現在少就是 以前他很拼 對 那現在當然做起來了 給下面的拼 我現在還是很拼好嗎 是這樣子 你要想 我時間短的原因 你可能覺得我直播時間 天數少 對 時間又短 大哥 你賣五金百貨我賣金幣 我他媽沒那麼多貨啊 我早跟你講過 因為他一直在嫌我說 他覺得實在是比較懶 我不是懶 我 我一場直播已經賣四五百顆包 你以為我去哪裡生那麼多包出來 我如果賣五金百貨 就像你們 他一開賣 他們家一開賣 超恐怖 下個問題我覺得蠻厲害的 OK 這問題我會覺得就是 看你要怎麼回答 OK 因為這問題連我自己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只能回答運氣好 但是你從你一個 你也是我師父嘛 也是我好兄弟 對 那也是一路看著我走過來的人 你覺得伊果的成功是為什麼 因為我啊 關鍵是什麼 因為我啊 因為你 這片結束 跟你什麼關係 對啊 阿欽最強的地方什麼 就是命好 他唯一的強項是他很會看人 我認為啊 那我同意 他看人超準 所以他用的每一個員工 基本上都比他強十倍以上 是 然後他的員工又替他非常賣命 包含他現在的直播主之類 因為他本身是個 他自己做直播蠻爛的 摸兩心講 本來沒有要做直播 對 他是因為家裡缺人 他直播主就是因為 想要多休息 他現在去貼直播 那以前他是沒做直播 但我這樣看來 第一個他運氣真的很好 說實在 我還記得我們以前去算過命 我們兩個一直算過命 然後那時候 那算命講說 我們兩個都是富有的人 就是未來是不太愁吃穿 都不愁吃穿 過程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過程有點不太一樣 他就是想說 他是貴賓狗 就是人家會拿東西來給他 拿錢給他 而我也是 拿東西餵我吃 我餵他吃 而我是 比較屬於流浪狗那一種 就是我只要願意跑出去 就有錢 就是比較 我是覺得不能歸咎運氣 第一個他的肚量夠大 他很敢給 然後也對身邊的人都不錯 他很像對我這樣 他寧願放掉我這種 招財貓 叫我繼續做 也不用繼續幫他賺錢 二來是他看人真的非常準 他看準的人 其實說真的都蠻強的 到現在 我們家沒有離職率的問題 包含他之前帶過的 就是你犯過的人 那幾個都現在都是 在目前檯面上是 不錯 現在沒有說不錯 但過去曾經都是 都賺到錢 都是輝煌過的 今天不要說講你 講我們好了 好不好 就是很多人誤解了 成功這條路是怎麼走 就像你玩遊戲一樣 你要打怪才有錢 對 但現在很多 因為我覺得可能資訊太爆炸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看到 我是先看到錢 才去做事 對 不是先做事才有錢 反了 相反的 我們是拚命的命 把我們現在客人服務好 把我們貨找好 挑選最好的商品 你有拚命過 我怎麼覺得 從以前看他爛都坐在那邊 我每次去看他就很閒 就坐在那邊 也沒什麼事 我會拿錢叫人拚命啊 是嗎 對 有錢講話都不一樣 分配嘛 我覺得大家是把順序搞錯了 我們兩個是從一開始很拚 把這件事情做好 錢是額外的 你算跟我差不多 也是 他也是完全掰走幾家 他也是就是 是靠著 真的白走幾家 我跟他 我們兩個算是 我是有爸做水泥工 我媽家庭主婦 阿公是 有八塊地在竹南是嗎 阿公在我 還沒伸出來連垮 連一頭扭都沒伸下來 好不好 那可以 他也是白走幾家 我個人覺得 說拚命打怪 很多人拚命打怪一輩子 不會賺到錢 但是打怪才有機會拿到寶箱 而且現在大家都在挑戰檢視 去找工作 對 就是因為你看到怪上面的金額 你就不去打了 算是 因為你在打怪過程 也累積自己的經驗值 也是人生的經驗值 對 運氣是 這個是命 那沒辦法 對阿 但至少我付出過嘛 是啦 OK吧 所以運氣是真的算蠻重要的 嗯 你上次在講幾層 九層是不是 九層是有點困難 我覺得但七八層跑不掉啦 說實在 因為我說實在 很多人勞勞命入路 做一輩子 我覺得運氣五層而已 是喔 無所謂 反正 你的看法不會拿路在我頻道裡面 就更 這段等一下會剪掉 像我們做一個決定 比如說我今天要不要開店 或開分店 你有幾層把握你就去 我覺得每個人的方式不同 像你 你幾層 我五層 我個人啦 一定要八層以上 光你想當初你說服我開店 說服多久 至少講兩個月 差不多 對就是一直講 每次看到我就講說 你要不要去開店 但我就說我不要 我不要 你要想到 因為包括我其實 幫很多人去做這個決策 因為 他們沒有想到說 我的最低風險評估在哪裡 對 比如你開外家店 我裝潢30萬或50萬 我了不起就虧那裝潢30萬 你能失去什麼 但是我得到一個機會 也是有道理 不得不說 我覺得 講到就是 成功這件事情 每個人都有美人的 方式跟路 看法 對 那當然 我不會去否認 阿清他覺得成功 或是運氣的方式或是 趴數 但我覺得每個人 因為每個人方式 這是一定的 因為他或許就是這樣成功 而我或許也是這樣成功 但方向不同而已 我可能覺得運氣佔80 你可能覺得運氣佔50 那我覺得 就給大家去參考 看你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人 對 沒錯 那我現在問一個 算最後的一個問題 那這問題也是 我今天特地會來找你 因為 他的創業經驗一定比我更豐富 他雖然說沒教我什麼東西 但他給我很多路 因為每次其實很多人說 他是我 那其實他跟金瓶一點關係都沒有 先講 沒有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就是 這個土地很好就是說 今天師父走這條路 他沒有去慘 對 因為一個尊重 這我可能之前也聊過 就是一來就是 轉換跑道去做金瓶 我想說 他們家那種 擴設應該做不起來這種東西 我來做比較快 就是因為畢竟你有那麼多經驗 然後看人這麼準 然後對於 創業這一塊 你會給年輕人什麼建議 我覺得現在是說 像我 我自己有三個小孩 所以會擔心說 他們下一輩怎麼敗 你不會 你賺的財富應該可以吃三代吧 我沒有打算把財產留給他們 我不想害他們 所以有一部分可能會到你那邊 你到時候可能會有一些意外的事情 先不用先不用 先不用先不用 也可能 我等這句話等了很久 也可能你比我早先早 我會留給你 我們先預定好 這次影片做算了 就誰先走 有一半你們 留一半過去給對面 另外一半給老婆 但是我目前花得比較兇 你會比較吃虧 沒關係 這次影片夠了 就這樣子 有了有了 我就等這句話 他財富至少多我三倍 然後像你跟我都沒有要打算 把財產留給小孩 那他們以後怎麼辦 那就是跟現在很多人 要做生意很難 對 找工作 其實 找工作倒不難 願意做應該都有 願意做都有 對啊 但是機會變得很少 那你要怎麼找到機會 那機會是 以前是說留給準備好的人 現在不是 現在是留給你有想法的人 對 像剛剛阿夢講的自媒體時代 如果有很多傳產 他們現在都面臨到說 他們的營銷方式去改變 以前是B to C C to C 現在是B to C 慢慢去變化了 那如果他們沒有自己做一些變化的話 就被市場淘汰 對啊 那機會就在這裡啦 我們自媒體現在大家都 免費的流量嘛 現在是流量時代 大數據時代 對那你怎麼去做變化 我覺得現在是 你要成功的人 你要隨時 準備好這個世界 帶給你的考驗 每一天都過得不一樣 你已經沒辦法做預判 也沒辦法做預判中的預判 你只能 接受 世代給你的變化 你要自己去接受 你要自己去試著改變 其實我覺得成功的人 還有具備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就是 他的講話可以說服人 從以前 我在做銷售的時代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聽過我講話 他們會覺得 很容易去購買我的商品 連我自己的主管 我之前的老闆都這樣講 對 那到現在我自己當老闆之後 我發現自己身邊的老闆心的朋友 好像都具備有這個特技 他們很容易去說服別人 就是會 你講錯的話 可能從一般人講出來 不會有說服力 但從你的嘴巴講出來 就會有說服力 感染力 對感染力 那我最後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 我今天特地找 我師父就是阿欽來拍片 本來其實我是想要來介紹他的 不是你家你不放心 因為你家 略訊我家 一點點 評數就大小了一半這樣 我是覺得裝潢風格 花那麼多錢弄成這樣也是 沒有啦 其實你裝得上不錯 主要我本來找他是想要 請他提供他的創業經驗給大家 但因為我們在過程中 我在過程中發現 因為其實他 你找創業大概我一年左右 所以我們的創業過程其實差不多 很類似 所以如果他講出來 會變成說跟我之前辯子 有點雷同 因為我們從 從就是先搭上代購這個風潮 到轉型做自媒體做直播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類型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 但我就發現說 其實可以從他的觀點去看 我是怎麼樣的 以及說 他的一些的創業的 跟我不同的想法 所以希望這支影片可以給大家 有看到不同的東西 那 未來我會多去找一些 就是我一些就是比較 事業有成的朋友 OK 去問問他們的創業經驗 你現在都沒有 基本上目前最成功的 都還在國外 你是目前就是唯一 很早的 而且又免費 不用給通告費之類的 對對對 就大概是這一行 千萬別難過 對 我過了很怕 你沒來之前我都很好 哈哈哈哈